大家好,我是小曾 以后想吃辣子鸡丁你就像我这样炒 麻辣干香一吃就停不下来 一起来看一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四个鸡腿 加入清水把鸡腿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把鸡腿剁成小丁 尽量剁得稍微的小一点手起来比较快 剁好后装入碗中 加入一勺食盐 胡椒粉 料酒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最后加入一小勺的淀粉 下手给它充分的抓拌均匀 抓匀后先放一旁腌制15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小把的清炫椒切成小圈 几个红小米辣也切成小圈 一小把的大蒜切成蒜粒 准备两根大葱切成葱丁 接下来起锅烧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后把腌制好的鸡丁倒入锅中 开小火给它慢慢的煎 我们可以晃动一下锅 使其受热均匀 底部煎至金黄后再翻一面 最后我们一直把这个鸡丁炒到颜色金黄 外皮焦香的状态就可以了 先把它盛出来备用 接下来锅中留少许的油 下入一小把的花椒 再把大蒜粒放进来一起炒出香味 炒香后再把青红小米椒放进来翻炒 翻炒30秒钟左右炒出辣椒的鲜辣味 然后把煎好的鸡丁放进来 继续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后只需要加入少许的生抽和蚝油调味 把切好的大葱丁放进来 再撒上一点白芝麻增香 继续翻炒均匀 让鸡丁吸收辣椒和麻椒的香味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伸出你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支持 翻炒均匀后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香喷喷的辣子鸡丁就做好了 这样炒出来的鸡丁吃起来麻辣干香 无论下酒还是下饭都非常不错 真的是太香了